阿寶啊 不要跑太遠啊 阿媽快拜很快就好了啊 阿寶 阿寶 你的手話的時候你要聽 我餓了 我餓了 我們可以給他一點東西吃嗎 誰 我的新朋友 不要 你會冒犯他們的 不要 阿寶 那 給你 阿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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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府裡一共有十個審判警 人死了之後 他們的魂魄就會到那裡接受審判 阿媽 每個人死後都會變成這樣嗎 阿寶 那 你有沒有乖 有沒有聽阿媽的話 如果你是個好人死了之後 可以再去投胎的 投胎 嗯哼 不過 在你投胎之前 你會經過一座橋 在那裡呢 有一個叫孟婆的 會給你一碗湯 你喝了之後呢 就會忘記這輩子發生的事情 重新安心地去投胎 那些你給食物的鬼魂呢 那些鬼魂 因為沒有家人在世 所以啊 沒有人給他們東西吃 他們一直都是很餓的 只有在每年農烈七月鬼門打開的時候 他們才能走出來回到人間 我們拜拜 他們才有東西吃 阿寶啊 阿媽帶你來這裡 需要你明白 你看到的那些是忘不了人世間發生的事情 而不能投胎的鬼魂 我們要尊重他 不要去打擾他們 這樣我們才會平安無事 嗯 嗯